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跟COVAX签约了 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拿到230万剂的疫苗 所以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打疫苗 接着就有记者就问说 那如果中国大陆的疫苗生产出来的话 我们买不买中国大陆疫苗 他说不买 我们绝对不买大陆疫苗 好 我们要来仔细的讲这件事情 它牵涉到中美的疫苗大战 可是我先想要讲一个 这里面渔民的事情 就是愚弄民众的事情 COVAX不是一家疫苗生产公司 它是一个疫苗分配的国际联盟 我其实跟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当他们看到说 我们跟COVAX签约的时候 很高兴以为COVAX是一家疫苗公司 而且它快要生产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保证买到230万剂的疫苗 他们的解读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国际联盟 而这一个国际联盟到目前为止 它能不能够拿得到疫苗这件事情 都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它在手上是零了 它手上当然是零 因为它不是疫苗公司 它只是一个 大家合起来 我们要说 一旦有任何一家公司 疫苗研发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说 它能够优先提供给COVAX COVAX在平均分配给所有参与的人 所以它手上有9家公司 有在研发疫苗 而这9家公司的速度不一 有4家欧美的 4家中国大陆的 1家是俄罗斯的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如果最后研发出来 成功的是中国大陆的疫苗 而COVAX手上也只有 中国大陆的疫苗 请问一下 那陈时中你钱已经付了 那疫苗要分配给你的时候 你收不收 我们现在面对疫情 因为台湾不太能够感受到疫情 那大陆因为防疫的控制 你想他现在才不过9万 他就算了制造出疫苗 你知道大陆不久之前 因为我最近比较注意 他们这方面的讯息 大陆的卫生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呢 医政单位呢 他们在不久前的时候 他们的科技部 对包括呢 把一些的生计公司 在研发疫苗的几家生计公司呢 找来 那他们开记者会 好那也对外发布了一些的讯息 那其中的一个讯息是吸引我的 就是除了他们呢 有四支的疫苗 现在在临床三期实验 那四支里面 其中呢 其中呢在 就是说呢 你现在在看到刚刚讲的 这个COVAX里面的这四支呢 都排在那边 有一半 因为一共才九支而已 扣掉俄罗斯的一支 剩下了八支呢 中国就占了四支 再四支是一回事情 这四支 不管你相不相信COVAX的专业性 COVAX简单讲 它就是一个全球的疫苗的采购平台 它就这个平台 就是 我知道大家都都需要疫苗 因此到最后一定的避免大家抢 而且呢 而且呢 抢强国呢 就先搜刮 像美国现在态度就是这样 美国现在态度就是说 疫苗开发出来之后 我全部三第一批三亿多支 我每个人通通要 你们其他人通慢慢等 我先用 这是呢 川普选举时候的策略之一 就是我要所有人知道 就是你们放心 疫苗出来之后 我川普先把你们通通的收过来 只要你是美国人 你都可以先打疫苗 其他人 美国优先嘛 其他人先排后面 它是一个采购平台 可是呢 中国大陆呢 他们估计呢 到今年底之前 它的产量可以到6.1亿支 它里面透露出来的讯息 在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虽然还没有一支疫苗商业运用 可是大概就在最近 疫苗应该就要上市了 而且会大量的生产 6.1亿支 6.1亿支 可是它才9万人染疫 它实际上面需要去施打的 他们都已经列出来了 高风险的行业 比如你开车的 要出国的 或者用做冷冻物流的 这些呢 可能是高高风险 或者在菜市场 跟人群接接触多的 这些呢 要先施打 第二个高危险 比如老人 很老的老人 很小的小孩 这些呢 优先施打 其他的不急 都会区里面的人先打 住在呢 非都会区的 因为距离比较远 染疫的情况 非常不严重的 那些不急 那它6.1亿支怎么办 它开始送 有的卖啦 有的呢 它也是摆在 COVAX里面 可以卖的就卖 你钱不够的 可以贷款 如果你的贷款 都贷不起 有些特别落后的 中国已经讲了 我可以呢 我可以尽量的供应 它现在已经 其实在跟一些国家 签那个 备忘录 没有错啊 没有错 印象书 很多是东南亚 对包括东南亚 然后也包括了 泰国 菲律宾 海美之后 我印象中也有 就是有一些 合作的对象 那当然其实 因为有两支疫苗 它一直是跟巴西斯坦在合作 巴西斯坦提供人体实验 它一直是在跟巴西合作 那当然其实 这些疫苗到最后 巴西斯坦跟巴西 其实也会有优先权 对 因为最最最近我看到 就国际的媒体 在讨论疫苗的时候 你还是出现了 就那种西方媒体 典型的孔中焦虑 中国的疫苗快要成功了 怎么办啊 他们就会取得世界上面的 更大的影响力 怎么办 你看到的西方的媒体 包括纽约时报的那个调子 完完全全就是这种的调 所以他们的调子 已经不是那个疫苗很烂 不能用了 他们的调子已经是 如果疫苗好了 然后又很好 它在国际影响力又要大增 我说才就是 COVAX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基本上面 就是一个品质保证的平台 就是告诉你 就跟今天 在过去大家讨论 就是说呢 你去打流感疫苗的时候 有人坚持说 我要打诺华 我要打巴斯德的国光的 我不要 我国光是台湾自治 因为我不要 你一定在很多施打疫苗的这种现场 或者讨论区里面 会看到这种声音 国光疫苗不好 台湾自治的自己的 我要进口的 但是从COVAX角度来讲 或者从提杀 第三世界国家角度来讲 都一样 COVAX这平台就是告诉你 这些呢 我都认证的疫苗 都是OK的 按照呢 所有的临床实验 像三阶段完成 都可以上来 那大家按照产量呢 去调配 每次疫苗的特性不一样 也研发的逻辑呢 也不一样 好 但是中国毕竟 他接下去很可能 短时间之内 他有最多量的疫苗 6.1亿 是 而且他自己 还不需要用到这么多 对 跟美国 美国现在是 738万的感染人数 中国是9万 你738万 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他当然只好许诺说 我先把3亿字都包下来 所以他之前呢 之前出问题的 那个牛津疫苗 牛津疫苗之前 出了问题嘛 对 出了问题 停了一段时间 好吧 然后他们又继续开始做 没有 现在英国还在继续做 但是美国还没有同意 他做人体体验 是 那你现在 你现在那个疫苗 因为美国 美国凭什么说 你做的疫苗 要先先给我 因为美国在前期 已经丢了12亿美金给他 就是你研发的时候 你没有钱 对不对来 我投资 等于是 我是你的股东 你当然先给我 美国想的是说 有疫苗 就我美国人先打 中国并不是这样子想 所以他会变成是一种的 国际型形象上的落差 其实这就是啊 我们先从国际的层次来看 疫苗的中美大战 其实在这一场战役当中呢 现在全世界 疫苗专家都公认 其实这两个国家跑最快 俄罗斯虽然是最早宣布说 已经开始 这个全面可以施打 但事实上 他没有进入第三期 的人体实验 所以大家对他报 比较大的问号 不是你对俄罗斯信任 或不信任的问题 而是你没有第三期的人体实验 所以打问号的原因是 你没有真的按科学 进入第三期 好那中美现在呢 都有一些 可以进入了第三期 而且都在实验当中 而且大家觉得 他们有效性看得出来 也觉得抱以高度的期待 但是现在双方政策上面 是有极大的落差的 川普的说法就是美国优先 所以任何美国的公司 所研发出来的疫苗 我都投资你了 当初我都补助你了 你到时候生产出来 你必须先卖给美国政府 等到美国人打了一轮之后 没问题了 这个时候我再来 公平分配给其他国家 这是美国的政策 而中国大陆是说 我其实可以到年底之前 生产六亿支 那我自己应该不需要这么多 所以他现在是在跟全世界 各国签意象书签备忘录 我到时候会公平分配给你们 包括了COVAX 是的 所以两国其实在 疫苗发展成功之后的 国际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是不同的 对那回到台湾内部 因为现在在COVAX 所能掌握的疫苗当中 九个进入第三期人体实验 九支 可是这九支当中 如果中国大陆你通通不选 那我们就只剩下一支可以选 是 因为另外的都要经过冷链 冷冻的供应链 冷冻的运输链 是 那这个冷冻要冷冻到 什么样的程度呢 一支是要零下二十度 一支要零下七十度 零下二十度我还可以想象了 我们去北海道的时候呢 衣服穿多一点 勉强的在外面呢 还可以走动 虽然非常冷 你土的气里面很快呢 就是那个烟雾弥漫 但是零下七十度呢 它已经超过地表上面 自然环境当中你能够感受到的最极限 七十度呢大概就是 你今天任何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或者水 只要往那地方一丢 还没有落地瞬间都变成冰 要到这么冷 我觉得我从食物 因为我是个妈 我是个家庭族妇 我家里头买很多冷冻食品 所以我们一般冰箱呢 冷藏室大概就是四度C左右 通常大概零下五五度前后 冷藏室是四度C 对那如果说是冷冻 是大概零下四度C 我们通常冷冻食品 就是保存在零下四度到零下 大概七八度 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看你家里头的冷冻库的这个设定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 冷冻的这个供应链的话 它是要零下十八度 所以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冷冻供应链 就是零下十八度 零下十八度就已经很昂贵了 已经是非常昂贵到 其实少数人可以投资 所以我们大部分领到 那个冷冻食品的时候 它到底有没有零下十八度在运送 我们其实是没有把握的 没有错 你如果看到那个进来的那个食品 然后上面都是湿湿的 我跟你讲它其实没有 冷度是不够的 冷度是不够的 那个呢就很容易呢 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 所以零下二十度 其实已经超过了 我们一般的冷冻供应链的标准 远超过 那零下七十度 很多人 冬供应链业者说 我们要怎么做 好 因为因为这九十 你知道covax covax是一个采购平台 那这个采购平台 它的运作的方式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你可以指明 你可以指明 就像说今天 我如果要买咖啡的时候呢 我可以呢 指明就是说 我要我要starbuck 说starbuck我都都不要 虽然是黑咖啡 我就是要starbuck 或者呢 我说 没关系 你就帮我买杯黑咖啡就好了 7-11啊 或者全家便利商店都可以 或者呢 隔壁的这个coffee shop 只要有黑咖啡就好了 你就帮我买杯黑咖啡 我不指明 你可以呢 指明 你也可以不指明呢 由covax呢 去帮你做调配 covax就进行办呢 除了那种呢 需要冷链的 那种比较特别的 它需要有特别的规格 而且 一般国家很难采购 大部分的国家现在呢 几乎都没有在考虑 那个所谓需要冷链的 就是因为 那个 那个第一个太太麻烦 第二个风险太高 而且它的技术 大家也不了解 它跟一般减毒性的 这种的疫苗 非常的不一样 好 那 现在呢 当你要建冷链 而且你等于是要指明 陈诗中 所有这种的讨论 全世界呢 可能呢 只有台湾在讨论 就是我就是要指明呢 要采购 那种的要冷链的 我不知道你 你脑袋怎么想 只是因为呢 陈诗中呢 很清楚的拒绝 大陆那四支疫苗 我管你哪一支 我通通不要 大陆的疫苗 我都不要 这不是台湾 直接跟大陆采购啊 是台湾透过 COVAX去采购啊 有COVAX在中间 当保人帮你 背书了 你仍然坚持说 大陆的疫苗 我通通都不要 台湾在很多很多方面 跟现在的 现在美国的川普 所流露出来的 那种的右翼 反中政权的 逻辑思考行为模式 一模一样 反科学 对 比如说我们 我们刚刚讲 就川普说呢 所有的疫苗 我们通通先先包 包下来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今年以来 美国的形象之嘴 变得很糟 是因为 从今年三月四月开始 他跟欧洲国家 抢呼吸器 抢口罩 抢防防护衣 能抢的 通通抢 甚至于呢 德国的一批的物资 不小心被他扣了 德国跟他要 他不给你 他说这个我要了 在LA上岸的时候 变成是美国的 他完全不跟你讲 所有的物资呢 我都要先掌握 美国流露出来 他的自私 是他国际形象 大坏当不起大哥的 关键的原因 好那你什么都抢 疫苗当然抢 但是呢 陈时中呢 现在是大陆 什么都不要 疫苗当然更不会要 你就知道 那个逻辑 虽然是相反的 可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反中 反到失心风之后 所出现出来的反应 那冷链 我 因为我不够做的专业 我也不敢讲说 陈时中一定办得到 他现在说呢 我们要建立这个 就是说冷链的 这种的配重的系统 从进口开始 进口开始 他要有那种的大型的 像是渔船的冷冻 渔船是达不到 这标准的 我不知道你要找 怎么样的船 能够达到呢 低温70度的冷冻 进来的时候 运送的时候 到各个诊所施打的时候 你也能够达到 这个标准 而且他解冻了之后 只能放一个礼拜的时间 能够降到4到8度 一个礼拜之内 你要用完 我不晓得 就是反中 需要反到这个样子吗 所以我就花钱自制冷链 对 既然民间没有 我就自己制作 然后先 所以 就是反中 反到施新峰 可是其实 其实大家 我也不晓得 我们刚刚冷链这个议题 你知道 就是因为你要拒绝 中国大陆的疫苗 才有冷链的意思 当然是 当然是 那个疫苗 你要知道 中国大陆今天 跟他签约的 最主要都是东南亚国家 都在台湾旁边 都在台湾 换句话说 今天如果台湾说 台湾在这帮疫苗 两岸应该要合作 如果你有好的疫苗的时候 我们也愿意采购 我相信大陆不会有 有话讲 何况你之前 你好像大陆什么都都不要 可请问你之前 买大陆的快 快塞试剂 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是偷偷买了一堆吗 你自己说快塞试剂 你回头去看 今年三四月 台湾做了一波 会让大家 恶心到的一些新闻 快塞的时候 台湾的快塞 转确度多高 比大陆好太多了 你回头去看那段时间 新闻跟谈话性的节目 之后说疫苗 哇台湾的中研院的疫苗 的事件 No.1 台湾可能有世界第一款疫苗 陈时中在讲 陈时中在讲的潜台词 就是台湾没有疫苗了 台湾的疫苗死了 所以他才会去讲 COVAX 我要怎么进口 但是大陆的 我仍然坚持不要 不要大陆的是 你表面上看到的新闻 可是他真正在告诉你 就是台湾没有疫苗了 今年三四月 大家都被耍了 都被呼隆了 有必要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